一小时十一万的工作,待够七天就能赚两千万,可小伙却一秒也待不下去本期里搁带的电影《算计》七天死亡游戏。 杰成是一个无业游民,机缘巧合下他认识了美丽的前白领虚和,虚和给杰成介绍了一份十新十一万的工作,且只要工作七天,杰成心动不已当机立断,和虚和一起前去报名这份工作。 杰成不知道的是,虚和的接近却是别有用心,两人很快便被接到指定地点《暗鬼馆》,这是一栋密闭的原型建筑物,馆内还有一个负责监视众人,清除违规者的机器人。 一起参加的还有网络设计师,观水,实习医生,大破,大破的恋人,菊,无业游民,西野,大学生真目,神秘异常的严谨。 公司倒闭的安东,家庭主妇,袁佐,共识人,他们各怀心思来到这个安鬼馆。 但第一个晚上,大家都相安无事,一起吃了顿晚饭,并按照规则,在晚上十点回到自己单独的,并且无法上锁的房间休息。 而回到自己房间后的杰成,发现自己的房间里有一个铁箱,里面居然装着一个铁叉和卡片,卡片上写着可以用这个铁叉当杀人工具。 杰成有些慌张,回想着从到达这个安鬼馆,再到宣布那奇怪的规则,现在居然出现了杀人工具。 杰成开始惴惴不安,这似乎不是普通的工作,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出现杀人事件。 就这样杰成在恐慌中度过了一晚,第二天杰成便在惊吓中醒来,随之传来关水的尖叫声,真的有人死了,是西野先生,身上还有多处弹孔。 被尖叫声吸引而来的众人便怀疑是有人持枪枪杀了西野先生,按照规则必须有一名侦探。 大破便主动担当起了侦探这一角色,带头怀疑起了刚刚姗姗来迟的严谨。 杰成却觉得这种怀疑毫无厘头,不能相信并直言,大家都把自己的武器拿出来,谁是凶手就一目了然了。 拿出武器就意味着下次谁作案就是无处可逃,这个提议并没有得到众人的支持,反而他们为了将自己撇清,纷纷附和着,认定严谨是凶手。 严谨白口莫辩,随之被机器人关到暗鬼馆的小型监狱里。 回到房间的杰成郁闷不已,想要再看看自己的武器,但是再次打开铁箱的他,却惊慌失措地发现,自己箱子里的武器不知何时被人偷换了。 变成大家以为的杀死西野先生的枪,杰成知道,如果大家知道自己的武器是枪,那么自己也会像眼颈一样摆口莫辩。 在无助和不知所措的情况下,杰成偷偷去告知虚和自己的武器被人偷换了。 问虚和相不相信自己,虚和没有多问,就对杰成表达了充分的信任,杰成感动不已。 但殊不知偷换武器的那个人便是虚和,锦上添花并不会有人在意,雪中送炭才会让人牢记。 这样虚和便拥有了一个守护者。 夜晚,袁左夫人的小说看完了半部,意犹未尽,想趁着机器人巡逻的奸戏。 去将小说的另外半部拿过来,却没想到被埋伏在暗处的关水又弩射杀了。 原来关水这次参加这个游戏的目的是给孩子们筹集医药费,为了孩子,他一定要成为最后活着出去的人。 再加上关水在西野的暗示下,以为袁左便是前段时间报纸上虐待儿童的那家福利院的院长,死得也算理所当然。 所以关水选择第一个对袁左夫人痛下杀手。第三天大家都发现了倒在走廊上的袁左夫人。 真木马上将矛头对准了虚和,因为真木知道袁左夫人一直怀疑西野是虚和杀的,袁左夫人死了便不会有人怀疑她。 而大破也马上随声附和,说昨晚在走廊上看到一个女人的影子。 如果虚和想要证明清白,就将她的武器拿出来,看着大家都在针对虚和结成不禁跳出来保护虚和。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,安东告诉大家这是个圈套,千万不要掉进去。 安东的儿子在多年前也是被这高昂的时薪吸引来到这儿,最后却再也没能回去。 他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。 夜晚安东来到杰城的房间提议从今天开始大家轮流巡逻。 第一班便是虚和和杰城很快就到了第二班,而第二班的局,此时正在和大破在一个偏僻房间温存。 发现快迟到了便留下了大破一个人。 但没有想到,正当大破也打算离开时,房间的铁制天花板突然落下来,砸死了他。 而文生赶来的菊更是悲痛欲绝,难难地说要为未婚夫报仇。 此时顶部的天花板突然又动了一下,众人跑出去看,居然是木针手握着天花板的遥控器。 大家质问着是不是木针杀了大破,菊拿着他的武器,一把斧头冲了进来,砍死了木针,随后自杀。 一切发生得太快,杰诚难以接受,他决定去和关水谈谈。 因为杰诚觉得关水生存意志太强,这样的人往往就是最后胜利的人,所以杰诚来找关水,恳求他不要再杀人。 但没想到杰诚话音刚落,就倒在了地上,原来关水早就给所有人都下了药,要再今晚解决所有人。 看着杰诚倒在地上,没有反抗的余地,关水拿起了弩,只要今天晚上挨个杀了他们,明天就能带着医药费去救自己的孩子,胜利就近在咫尺。 但没想到杰诚的求生欲如此强大,拼尽最后一丝力气,逃出了房间来到走廊。 但关水怎么可能放弃,追着杰诚来到走廊。 而这时机器人发现了他们,如果再不回房间,就会被当成违规者射杀了。 杰诚趁机逃回了房间,晚了一步的关水看着越来越近的机器人,流下了绝望而无助的泪水。 只差一步,自己和孩子都会得救,但有时候不管前面99步如何努力,最后一步行差踏错,所有努力都会变成泡沫。 第五天,大家米妖经过了,醒来之后发现了关水的尸体,而望着关水的尸体,杰诚恍然大悟, 根本就没有凶手,西野是被机器人杀死的,因为伤口都是弹孔,所以大家误以为是被人用枪打死。 而西野的房间里的箱子毒药更是发现有咬痕,他想通过自杀,会获得死亡奖金。 而大家也是为了寻找不存在的凶手互相怀疑,变得一身一鬼。 这也就是暗鬼屋的目的,疑心一身暗鬼,而暗鬼更是会带来杀戮。 第六天,仅存了杰诚,虚和安东望着房间里的离开倒计时, 保证不再疑神疑鬼,最后都要活着离开。 第七天醒来的杰诚却没有发现安东的身影,他到处寻找, 最后却在大破葬身的房间里,找到身中枪伤的安东, 他要走近看看,却被人从后面勒住。 居然是严谨,有人将他从监狱里放了出来, 而大破的死便是他逃出监狱后做的。 严谨手持利刃,打算杀了杰诚,成为最后赢家。 就在他刺了杰诚一刀占据上风时,虚和拿着枪出现了。 但终究,虚和敌不过人高马大的严谨, 枪被严谨抢走,严谨毫不犹豫地开了一枪, 但没想到反而炸死了自己。 杰诚知道是安东做了手脚。 游戏结束,杰诚和虚和搀扶着走出暗鬼馆, 有人给了杰诚大笔奖金, 就在杰诚想要虚和一起离开时, 虚和却告诉杰诚,他是暗鬼馆的工作人员, 责任就是吸引更多人前来观看暗鬼馆的直播。 所以严谨是他放出来的,杰诚的枪也是他换的。 但就在杰诚问他为什么救自己时, 虚和没有回答,沉默地上了车离去。 而这时躺在暗鬼馆的安东也睁开了眼, 原来根本没有人杀他, 血是他自己弄上去的,伤口也是假的, 这样才逃过了一劫。 故事的最后, 从开始的诗人到最后只剩下安东和杰诚, 杰诚将装着巨额奖金的包扔掉, 一波一波的感慨到还是活着好, 还是活着好。 疑心生暗鬼,暗鬼便杀戮, 若问何为解,无欲则为刚。 黄梁梦中作, 省时知假意, 假意便真情, 教人何所需。 世上本没有鬼, 疑心起了也便有了, 最可怕的不是看见的鬼, 而是存在心里的鬼。 看不见的鬼无法存活在光明, 心里的鬼却会在光明下繁衍生息, 永无尽止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 我是立哥。